另外针对复理环境的议题 叶家宏在种植询时提出 最近村民向他反映 社区里的苍蝇到处飞 研判是从垃圾场出来的 叶家宏则要求清蝶队 一周要消毒两次 清蝶队回应 以往垃圾载运都是以土掩埋的方式 不过现在因为县府规定 要将垃圾打包 等候环保局车辆再往宜兰 但是环保局的车辆一周仅来两次 最近垃圾量增多 就衍生苍蝇的问题 之后会再增加消毒环境的次数 另外针对不理环境的议题 叶家宏则是在总质询的时候提出 最近楼山村民向他多次反映 社区里面到处都是苍蝇 研判是从垃圾场出来 而叶家宏则是要求清蝶队 一周要两次消毒 整个楼山苍蝇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们现在有在消毒吗 他们就一个礼拜 就跟他们两次的消毒 垃圾进来我们就复土 它不会暴露在空气之中 那第二个现在我们就做堆滞 等待环保局的车辆来 再去批栏做分化 那在堆滞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频率 每一个礼拜我们就分一次消毒水 小白水 清潔队也回应了 以往垃圾占用过去是以土液埋方式 不过现在因为县府规定要将垃圾打包 等候环保局的车辆再往宜兰 但是环保局的车辆一周只有来两趟 最近垃圾量增多 就衍生出苍蝇问题 会后会再增加消毒次数 改善环境问题 记者高松双福利箱采访报道